如果徐小新認為是原方有在偽造文書的部分 那他大可以提告 因為偽造市議員名義代表的這個簽章 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就表示幼兒園的園長除了知情不報 隱匿這個狼屍的方案之外 他還做了更多觸犯刑法的部分 可是如果他不提告 只是用嘴巴把這些事情回過來 那就表示他於心有愧 當時這個地點本來就是他想搓 後來只是因為家長的強烈反應 他才改地點而已 那我再補講一件事情 就是徐小新不只一開始協調會的地點 是辦在幼兒園裡面 我們接獲到很多受害者家長 還反映說在這個協調會裡面 他有要求受害者家長 建議大家不要找律師 直接交給北檢這邊來處理就好 那後來很多受害者家長 是找了律師之後才發現說 哇原來這件事情的民事行事 其實都有處理的做法 那找律師才可以給自己更多的保障 回過頭來就發現說 為什麼當初他們的名義代表 會這樣子建議他們 幫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在這幾件事情 是不是認為蔣萬安他除了這個司法調查 另外應該要更積極的做行政相關調查 而不是這樣整整讓他一年 然後讓更多的小朋友受害 對啊 因為其實2022雖然北檢是不起訴 但是相關的行政程序 包括教育局相關 比方說先讓這個幼兒園停業 不要再繼續招收學生 這個其實是我們比較 身為台北家長比較想看到的部分 那一路以來就是教育局在這裡面的角色都非常模糊 然後只把他就是焦點關注在這個 狼師的刑事偵辦之中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失職啊 因為其實整間幼兒園應該都是有一些問題的嘛 就是您也有說到 其他為什麼老師都沒有再多做一些幫忙 是啊 因為其實不只是週刊的報導已經都有公開了 那我們目前也接到很多消息是說 受害者的女童他不是沒有反應過 他有跟老師有跟院長反應 但是院長甚至是說 那個是他愛你的方式啊 或者是說那你們就不要靠近他就好了 所以就已經證明說其實院方除了這位狼師以外 其他的人都是共犯結構 這些人都已經知道有發生事情 可是卻放任這件事情不斷的在發生 會覺得蔣萬安他說要讓什麼 台北成為小朋友就是這個哭泣的聲 成為交響樂 在這個時間聽起來相當諷刺 是叫他要道歉 對啊 蔣萬安市長在這個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說要讓台北市成為一個嬰兒啼哭的城市 結果自從他講完這句話之後 不管是恩恩案一直到現在的這個狼 你可以看到台北的家長 根本就沒有辦法把 放心把小孩交給這個 這個城市 真的非常擔心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要 第一個是出來道歉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出來說明說 他認為北檢以及教育局 有沒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有沒有一個檢討的方案 是可以讓我們接下來比較放心的 因為這個幼兒園剛好就在信義區 那你也有說就是 當時候的信義區的這個議員 許曉欣也應該要出來道歉 但許曉欣說他去年八月的時候就有接獲成情 而且也有開這個協調會 用最嚴厲的方式 而且是一對一的對家長服務 也有持續的追蹤調查 這是他的俗法 我不知道許曉欣接到的成情 是受害者家長的成情 還是幼兒園園長的成情 因為我們目前收到的反應都是 許曉欣他一開始 在這種這麼重大的刑事案件 他應該要來協助受害者家長來去討個公道 甚至是督促教育局做一些行政處分 反而他的第一個時間卻是召開一個協調會 是讓這個受害者家長回到這個案發現場 根本就是狼屍的主場 然後找教育局來 那協調會一般的目的 其實就是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我不知道在這樣子的案件 這麼嚴重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什麼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五的 有什麼好協調的部分 這個是應該他要出來說明的啊 何況他那個時候是市議員 他現在都已經選上立法委員了 單一選區所有的選民 全部依靠的就是他的反應 結果他在這件事情上面的表態這麼的模糊 然後連他之前這個兒少反剝削法的表態 都很明顯看得出來他是在狀況外嘛 那我不知道信義區的選民現在 可以依靠的人有誰這樣子 這麼看就是針對開會地點 許曉欣指說 這個是原方偽造開會通知單倒出散播 然後後來他有一個戳章的期待是 如果許曉欣認為是原方有在偽造文書的部分 那他大可以提告 因為偽造市議員名義代表的這個簽章 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就表示幼兒園的園長除了知情不報 隱匿這個狼屍的方案之外 他還做了更多觸犯刑法的部分 可是如果他不提告 只是用嘴巴把這些事情回過來 那就表示他於心有愧 當時這個地點本來就是他想搓 後來只是因為家長的強烈反應 他才改地點而已 那我再補講一件事情 就是許曉欣不只一開始協調會的地點 是辦在幼兒園裡面 我們接獲到很多受害者家長 還反映說在這個協調會裡面 他有要求受害者家長 建議大家不要找律師 直接交給北檢這邊來處理就好 那後來很多受害者家長 是找了律師之後才發現說 哇原來這件事情的民事行事 其實都有處理的做法 那找律師才可以給自己更多的保障 回過頭來就發現說 為什麼當初他們的名義代表會這樣子建議他們 市長那個幼兒園狼事案其實我們在2022年7月就第一次有收到通報 然後那時候 所以現在民代才會說 為什麼遲營的一年沒有通報 2023年7月才正式在爆發 在比較正式有提供期的問題 那市長你們有沒有去還原 2022年那時候到底教育局或生育局到底查得更可以 發生這樣的事件 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痛心 我也感到非常的痛心 也非常的氣憤 我的立場非常清楚 對於行為人一定是追究到底 嚴懲不淡 對於任何兒少保護的事件 我們也絕對零容忍 一定是嚴查嚴犯 我上任之後 在2023年7月接獲通報 第一時間就要求撤查 當月開始我們即刻 對於新聞局負責人 停職 撤銷幼兒園的許可設立 設立許可 終身不得任職 同時依法開法法定最重的法則 我們也召開跨局處的會議提出修法 來進一步確保兒少的保護 那至於外界所說 2022年7月所接獲通報的案子 教育局跟社會局昨天也對外有清楚的說明 雖然我還沒上任 但教育局跟我回報 他們在當時即刻也調閱了相關的監視器畫面 警方也介入了調查 檢察官也積極的偵辦 後來該案全案偵查終結 不起訴處分 所以我上任之後 也都再三的跟各局處要求 碰到類似兒少保護案件 一定是要即刻反應 橫向聯繫 火速查辦 所以在去年7月我們接獲通報 當月開始即刻做了相關對應的處置 而且 教育局開了四次的認定委員會 也跟社會局即刻召開家長說明會 我們府集也成立了跨局處的檢討會提出了四項的精進作品 市長所以2022年7月這個查 現在只說查無證據 會不會覺得那個SOP在查的整個過程 我們會不會現在再來還原一下 2020年整個把機制建置得更完整 所以在當時教育局所有整個處理的過程 他們有跟我回報 有調理官司機 警方查辦也不起訴處分 那整個過程如果可以有在經濟的地方 我們都會全盤的來了解 該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市長那另外一個郭英中盛的部分 因為現在又爆出新聞越來越大 那相信有很多這樣雖然是負責人換了人 但是大家會認為說是藉口再過營業 那有家長如果有擔心的話 我們有沒有後續的一個轉介機制 昨天社會局也都有對外說明清楚 在去年7月我們知道 負責人另外有一個郭英中心 所以社會局即刻的來跟家長一對一的聯繫 同時也協助有家長轉過的需求 也增加無預警的機場 同時社會局也結合教育局、警察局 整個加強整體的查查 就是透過所有一切行政手段 不讓救援長有任何 借殼上市的空間 所以我們也成立了跨局處的會議 我們也提出具體修法的建議 認為在中央兒童托育服務法 如果能夠對於負責人身份上面的限制 從源頭來進行相關的規範 我想未來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避免再次發生 所以是有來跟立委包括選小新要求 會不會拜託他們來修法 對 許小新當時在議員的時候 就有跟教育局、社會局 來關心這個案子有反應 那我們也提出了相關 未來源頭如果可以透過修法 來解決現在大家外界可能有 借殼上市這樣疑慮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都有透過立法委員 如果可以都在中方能夠提出修法 市長對於今年這個拖映中 已經被指的借殼上市這個部分出來修法之外 市府這邊會不會做成這樣的追蹤 或是比較明確的讓家長比較放肆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第一時間即刻了 社會局就是為了不讓救援長 任何借殼上市的空間 第一馬上跟家長一對一的做聯繫 第二我們加強了無預警的機場 第三我們也協助有家長轉脫的需求 給予協助協助轉脫 第四我們社會局結合警察局教育局 去整個提升加強我們整個查查的作業 我們就是不讓任何可能借殼上市的空間發生 我們窮盡現在所可以掌握的行政手段 全力來處理 那當然更全面 如果中央從源頭可以修法 對於譬如說負責人的身份有所限制 那我想這個我們都可以來跟中央一起討論 來共同面對這樣的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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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